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更符合当地的景色 事务室做好准备举办第21届马运会 欢迎收看今天8月5号星期一的Ukaz华语新闻 你好 我是吴小元 12月已经根据宪法规定 就管理和使用大陆家土地的权利和权利达成解决方案 12月总理达特巴丁丽丹苏利阿邦佐哈利博士表示 此事已经在最近有首相达特斯伊安华 在部城主持的国家能源委员会 第一次的会议上做出讨论 据他表示 通过会议决定土地是州立法和行政权利不可侵犯的事项 也许是州立法和行政权利不可侵犯的 所以我们在那一句话中 你必须不在国际的境界 所以阿姆尼拉 我们会继续 他时星期一在国父大厦举行的 沙拉月总理署常会上发表谈话时 怎么说 雅多巴丁基丹斯利阿邦 佐哈利博士希望 在保证沙拉月光明未来的前提之下 年轻领导能够维持已经取得的辉煌 并且继续努力 让国家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沙拉月律政司正在研究 修订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条例 以赋予该条例更严厉的处罚 沙拉月总理 达多巴丁基丹斯利阿邦 佐哈利博士表示 目前沙拉月律政司 正在积极完善相关的修正案 然后在沙拉月内阁会议进行讨论 在沙拉月律政司会议进行讨论 所以我们在沙拉月律政司会议进行讨论 所以我们必须有某些规则 在沙拉月律政司会议进行讨论 再加上关系的关系 如果有个人会议进行讨论 那么我们必须决定 关系的关系 关系的关系 他是在古静波罗州会展中心举行的 第十届世界爬丑学大会开幕仪式之后 接受记者访问时这么说 他补充此事非常重要 因为先有的法令并不严格 因此国家公园发生很多侵占行为 他建议采取更加严格的法律 比如说监禁以打击国家公园地区的侵犯 沙拉月政府准备与联邦政府合作 拨款以提升沙拉月边境地区 沙拉月总理达德巴丁基丹斯瑞阿邦 佐哈利博士表示 中央政府已经宣布拨款10亿令吉 以发展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边境地区 其中将涉及沙巴和沙拉月 不过他认为上述宣布的拨款 仍然是不足够的 尤其是要改善整个边境 由鉴于此他同意合作 并且承担部分费用 而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资助 他星期日出席在智慧贸易中心举行的 沙拉月首任元首敦欧贝新书推介里之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说 当谈及有关拨款11令吉的宣布时 沙总理保证他首先将这笔资金 用在达比鲁和恩迪贡边境的发展 较早前副首相达德斯瑞·法迪拉·尤索布 拨款提升边境地区的设施 包括达比鲁、巴克拉兰和加坡的达巴摩嘎的 关税、移民、检疫及安全大厦实施 与此同时达德巴丁吉丹斯瑞阿邦祖哈利博士也透露 沙政府可以通过沙拉月政府资金的拨款 在达比鲁地区发展工业区 另一方面当谈及有关沙拉月首任元首 德巴丁吉丹斯瑞阿邦祖哈利表示 一顾德巴丁吉丹斯瑞阿邦祖哈利表示 一顾德巴丁吉丹阿邦祖哈利不仅是他的父亲 更是将父亲视为塑造他如今强调廉政治理性格的导师 事务区五个社区康复中心PPTK获得总额118万令吉的政府拨款援助 妇女家庭社会发展部长达德巴丁吉丹斯瑞阿邦祖哈利表示 五个社区康复中心分别为 十五 努力公司社区康复中心 十五 努力公司社区康复中心 十五 社区康复中心 努力公司社区康复中心 以及努力公司社区康复中心 她是在星期六在师屋独立生活中心 主持残疾人服务计划 以及普尔迈社区康复中心 落成典礼之后 向记者这么表示 此外 普尔迈社区康复中心 是位于十五 努力生活中心 需要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发展 当局也尽力提供帮助 尤其是在进行培训和物理治疗的设施和设备方面 较早前 达德斯瑞南斯瑞舒克里 也为十五宗教中学举行的 2024年十五儿童关爱 儿童保护倡议活动主持开幕 并且获得该校共200名的学生参加 有关活动目的是要增进对需要帮助和保护的儿童的了解 此外 她也透过爱德走访计划 参观师屋周围五间房屋 该计划也是她部门下2024年爱德走访计划的一部分 收访者是由失务社区福利局所提名 他们也被坚定为有资格获得帮助 因为他们正经历健康 慢性疾病以及残疾等等问题 完转古今WAK需要重塑名称 以更加符合当地的景色 十来月交通部长德德隋李景胜表示 重塑的宗旨在反映包括 梅里 敏都鲁和湿屋在内当地社区的参与 我们是新星期六五 在美里Cococabana举行的2024年WAK活动上 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 Dado3李锦胜补充表示 品牌重塑宗旨在展示该部门所提供的服务 特别是旅游业 他解释美里的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 该市被公认为全球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他说在马来西亚的五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当中 有两个位于沙拉越 都是位于美里区 时务士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大约1000名的参赛者到来 其中包括参加2024年第21届沙拉越马运会的官员 沙拉越副政府秘书兼 2024年第21届沙拉越马运会首席执行员 Dado许赞奇表示 场地交通以及选手村等等 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他说市屋将成为男子足球 排球和羽球的主场 我们有三届沙拉越马运会封 在大约2中 也幸 Protection 我们在大约2中 在大约3中 在大约2中 在大约1中 在大约3中 在大约3中 所以在大约3中 中我出现了 在大约5中 东西亡筑 也有更多的区域与其中的区域 也有更多的区域 也加上还有跟区域担任 区域与其中的区域 我们看到我们将会 能够有更多的区域 与其中的区域与其中的区域 也有更多的区域 与其中的区域 他是星期日下午参观 蹲在地体育场之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他说为了让市屋马云会更为热闹 也将在市屋室内礼堂广场 举办马云会江年华 并且设有美食 饮料和赞助摊位 早前达兜许张奇也在市屋省公署主持 市屋省2024年第21届 下来月马云会工作委员会会议 这次的会议是为了监督 所有20个2024年第21届 市屋赛区满用会工委会的最后准备工作 他也呼吁各个工作委员会 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确保将在8月17日至24日举办的 两年一度体育盛事能够顺利进行 羽毛球比赛将在市屋室内体育场举行 而排球比赛在市屋 拉让公园排球馆举行 而男子足球比赛则将在 敦阿曼在地体育场和 阿兹曼哈逊社区体育中心举行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观看 星期日在智慧贸易中心所举行的 12月首任元首敦欧币 新书推介里的精彩画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UGAS华语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浏览UGAS的所有社交媒体平台 同时也别忘了关注UGAS的官方网站 UGAS的社交媒体平台 卖和订阅UGAS YouTube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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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